吐蕃树可以吃吗 不知道应该不可以吃吧 不可以 大哥我感觉我拿着手机好有压力 就是有点压力 你们觉得食物好看吗 好看的话全民大哥好看 我也觉得好看 你们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那个姨父和我大姨的故事 昨天很多嘉宾都说 会不会白大哥跟我也跟他们一样 吓死我了 昨天你不是在问吗 结果那个唐嫂就在那 当着儿媳妇的面 然后讲这些 那姨父都害羞了 就是我那个大姨是怎么来到这边的呢 以前就是他们外出打工 然后就相遇了 相遇了 然后那时候家里面都不同意 大姨嫁给大姨父 又觉得太远太远了 可能就是那时候交通不方便 可能一辈子都可能没法再见了一面了 他们就非常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就没想到 我大姨就真的跟我大姨父 就这样远走高飞 走到了这里 走到了最远的最远的地方 然后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你看在这高原上他们就只有几户人家住在这里 就从此就过上了 就是与外界没有任何生意的生活 一过就是几十年 然后大姨后面也没有回来过 哇 风应该也大 然后 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吗 他们俩结婚以后 没有啊 只有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刚那时候我还小 跟妈妈他们一起来过这边 然后从此以后就没见过吧 看一看 我的天哪 我好冷 我好大 你说 你说我们应该不会这种的 放心我们不会这样 不会 他们生小孩怎么办 就自己在家里生 是我 我突然发现 就是大姨 大姨在牧区 大姨和大姨父的 这个故事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很值得称颂 对 没有数目 大姨没有看见 对 大姨在牧区 还没回来 为什么老一辈的爱情的这么伟大 而我们年轻人的 天哪没什么 我们年轻人的 反正我觉得我还可以 我觉得我认定了 我装到树洞里面去 我觉得我认定了的人 就是一辈子 那有时候你也不听话呀 因为我想跟你走得更远 真的假的 真的吗 我不想当下好 以后不好 那你说一下 我想一辈子好 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 不管我们经历什么 我就不要放弃辈子 好吧 我觉得坚持就是胜利 白大哥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在这里开小卖部 开超市 然后把外面的蔬菜水果全部运进来 然后把这里的地理的农产品 给它运出去这种的 你都发现了这个商机了 已经 真的啊 你生意的头脑赚得很快呀 不是我觉得 因为这里没有蔬菜水果可以种 可以找一些其他人在这做一些事情 万一我们在这开小卖部 开超市 然后把外面的水果蔬菜 他们都 那算次我来的时候 我包里有个石牛 我给我妹妹吃 我妹妹从来没吃过 所以我在想 哎我们把 要不把外面的东西给运进来 家人们 帮我们点点赞吧 帮我们点点赞 说实话 你们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昨天就是 因为我们上了一些 不能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被平台扣分了 然后限流了 然后今天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情况下 现在我们才开播 才一会儿 都有五千七百多人来看我们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希望你们多多帮我们点点赞 我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说在乎我们的直播间人有多少 而是在乎每一个进来我们直播间的人都是真正喜欢我们的人 都是真正支持我们的人 都是真正真正的 爱我们的人 因为我也很爱他们 每次你们进来之后 那个名字一出来在前面 然后一评论 我真的感到很非常非常亲切 包括每一次你们的 人挺多的 什么 他们说人少怎么少年 只有这这片木 这片草原上人少 那边草原上人又多 而且我们这个小卖部可以搬家 就是牧民们去哪里 我们的小卖部就搬到哪里去 然后然后我们又一方面 又可以去收他们那个挖的那些东西 搞 你知道我的想法怎么样 挺好的 你来这里看到山西没有 这里啊 我觉得打到旅游业的话 肯定会非常好 对 然后这里的农产品 就是你说说的 你看准到这个地方 这里的这些也非常 嗯 珍贵吧 对 而且 因为这里运输不方便 所以说 这里运出去的东西都很贵 嗯 因为运输费就特别特别贵了 东西 这个东西在外面买不到 这边地里的东西 有多少牧民 哇 这边呢有很多乡村的 有很多村 还有一个县城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跟你们讲 因为很多人都受不了 这里的环境 受不了这个苦 所以说 很少有人来这边做这个生意 嗯 那万一 我们第一个进来了 那是不是会更好 因为没有竞争吗 没有竞争 这边竞争太少了 竞争太少了 而且 环境的话 这边也还没有人收这个 环境非常好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带的地方 就跟你 你刚刚 就昨天晚上把 我们开直播的时候 有几位姐姐都说 师傅 你要是在这边多吹一下风 多晒一下太阳 就和他们变成一样 有高原红了 这边真的是紫外线很强 然后 其实那天气吧 属于 就是一会儿 热一会儿冷 直接你看到这个天 晴着的哈 他马上就可以下雪 然后 呃 一会儿 他可以马上下 很大很大的冰爆进来 就是 就是 天气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嗯 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白大哥 如果以后我的脸 变得 很冷 你会嫌弃吗 那你为什么要让它变冷 因为这个风吹着 太阳晒着 所以说你来这儿 风吹日晒的 你说我怎么会晒 对不对 你还要一直看我走 说 哎呀 怎么怎么样的 你说你自己在这儿 风吹日晒 那我在那边 我心里面会打响一下 你说呢 我是在问你会不会嫌弃 哇 快进屋子吧 屋子要有暖和一点 家里面现在真的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风很大 现在晚上六点半了 这个月到 月到 晚上 一般人在这里吃不了 这个苦的 不拿着 我感觉这儿 我感觉今天晚上还会下雪 是不 要下雪 等会就下雪 你看那边已经乌云了 那边已经乌云了 那边已经乌云了 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 变化非常非常快 感觉这个 上一秒晴空万里 下雨 那边一秒就是乌云密布 就是那个雪 直接是下的 走了这么久都看不到一个人 因为这人的人都很忙 要放牛 只有我们两个 不是人很忙 而是人很少 这边人很少 就是它的地域面积大 但是人居住的人是很少 这个是四川省最大的一个县城 到家了 风太大了 马上到家了 家们 叔叔阿姨们 你们最近都在忙是吗 这要买 就是气候可能变暖了 你们要多穿点衣服 千万别冷着了 衣服 衣服 衣服好大呀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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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冷 风有点大 啊 姐姐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你好 你好 我在开支付 对 姐姐今天挖了多少 哎 啊 你看 挖得挺 这姐姐弄了 这么多 还没清洗还没晒的 还没晒 是的 真厉害 是的 哦厉害 咱们这个就是那个刚刚我给你们讲的那个地理的那个 好 好 好 我爸 哎呀 在这 测吗 哈哈 怎么测 厉害 我姐姐这 这个姐姐这厉害 我把这个进到 对 我把外头脱了 进屋了 对昨天分享过的那个是晒干的 这个是今天姐姐才挖回来的 这个的话还没有晒的 还没有晒干 还没有拿来晒 就是今天新鲜挖的 哎呀 他们每天都要上上去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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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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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因为这个姐姐不怎么会说汉话嘛 所以她只会说你 哎呀还会说啥 姐姐还会说啥 啊 谢谢 啊 你好你好了 你好你好 这个能弄酥油啊 酥油泡饭 嗯 哦 还可以这种吃啊 对 哦 给妹妹吃的 给妹妹吃 看吧 弄饭 我泡了绝麻呀 姐泡了绝麻吗 弄西饭是吧 对 弄西饭 好 今天晚上就吃西饭吧 绝麻西饭就够了 哎呀 这个灯 这个灯 要不要有点暗 我都尊敬她汉语 就是啊 因为你们觉得第一 教姐姐拿汉语还叫啥 嗯 嗯 待会我教她 我先把饭给她煮 煮的 要做什么我来帮你吧 吃西饭 啊 泡好的 对不对 用绝麻 泡的绝麻 煮西饭吧 哦 吃个西饭 简单一点 哎呀 直接这个灯 我把灯打开 手注意护肤 我擦宝宝刷 擦那个宝宝刷 就是这里不齐力就可以了 擦的宝宝刷 哇塞 我去把灯打开 哎 灯在哪 没有 这个我用在右边 你看给大家看看 肉肉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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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 生的我还是吃不习惯 我吃不吃 我不吃 生的我吃不习惯 他们吃生的牛肉 生牛肉 给大家看一下 就生的 看到没有 生的 生牛肉 吃 生牛肉 我是吃不来生牛肉 我吃不来生牛肉 妈妈 吃不吃啊 妈妈 吃不吃啊 妈妈 对绝麻又叫人生果 那个好处太多了 不我不能说 说了会不会关小黑屋的 我猫吃就 哎呀太热了 进屋子里面就热了 外面就很难活 熟的 我就吃不来那个生的 生的我吃不来 但是牛肉干我喜欢吃 这样牛肉好吃 对看家里面自己怎么弄 这个牛肉的话烫火锅 特别嫩软 特别嫩 应该半熟了 里面还有血 好 这个牛肉很好吃的 对看吃的逛不 这样子 我把头包抓起来 我来帮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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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要去洗个头了 最近不还不能洗 高法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不能洗头洗澡 都脱得表了 他们挖的这个东西 我准备过段时间好一点的 我就去收 哎呀 我来弄饭呢 帮子不带了吗 不带了 屋子里那个脑炉太猛火了 好的 姐姐 稀饭的 稀饭 这煮不熟吧 可以 泡的这个 人生果 那个是 不是种的 家门 我现在我不能说 说多了 昨天就被那个了 就被 就为贵了 提示了 所以今天都限流了 但是只是 因为给大家预约了 就必须要给大家开播 不然的话就不太守信用了 洗澡 不洗澡舒服吗 洗了澡的话 你在这里 你会通通通的 流那个鼻血之后 你会晕晕的 因为你还有高反 高反没结束的时候 不能洗头洗澡 那个 转一下 你翻了 你看 泡出来 泡在这洗的 洗好的 泡的 这个拿了熬洗饭 特别补 米呢 米在房间里 在哪 在哪 对我做饭 这个没有蔬菜 也没有水果 那些猪肉 这边养猪的人很少的 我们在这煮吗 一碗米就够了 你看 一碗米 然后 配上这个 这个要洗的 我先把绝盘蒙进去 这9个的 这9个的 湿 这个 童盘和鸡 才在那里 这一块 有哪儿鸡蛋呢 用它 洗啊 你在洗吗 족 我还了好一阵子 刚刚说外面风很大 然后我一直在这儿还着 然后再查一下 米饭要不然再来一点点 那我们几个人够吃不 我还得听 何苦呢 家人们你不用这么说 不管我们现在在哪里也好 不管说食物想做什么也好 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吧 我希望你们也能和我一样 然后开开心心的 然后就是不管他做什么 我们都虽然有时候也是一个内茶吧 但是我们有些事情总得去经历 去做了以后才知道 够了吧 好了 茶先吧 永远支持食物 你们应该愿意愿意支持食物吧 愿意支持的话 全民打一个愿意好吧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和我一样的心情 其实我们最开始哈 我是不理解 我是想着接着食物就回去了 但最近第一个食物想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都支持他 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这边看到这些 说实话我觉得食物这样做也很有意义 看到这边这些环境也好 然后这边的条件也好 真的非常非常苦 然后食物在这儿能做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吧 然后去做这些去相当于也是间接性的帮助到这边的牧民 这边的藏民 嗯 也是帮他们去推广这些东西 就算食物以后 哎 我不能帮他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食物以后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那也 这些 慢慢慢慢的就会广为熟知了 啊 很多人也就知道这些东西地方有这些东西 啊 大家也就明白了 感动 谢谢你哦 哈哈 你真好 哎 你在说什么啊 那你回去管公司呀 我的公司 你们一定不用担心 其实有我们是有很多股东 然后其实 只要不是很棘手的事情 一般都不需要我亲自去处理 就是我平时在的话 我就会亲自带着那啥 然后去做一些决策之类的 然后现在都在正轨上嘛 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啊 我现在也是也是时间上比较自由的人吧 所以说食物他说要在这儿 我也说毫不犹豫的 就说你来这里陪他 说实话 嗯 我还真的以前从来没有睡过那个沙发 我给你们看一下食物和我们两岁的那个位置啊 食物是睡在这儿的 对吗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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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 我是睡在那儿 哈哈 这几天睡了几天 第一天还真的还很不适应 但是 但是